Hello大家好,这里是在那里语言 现在呢,我准备 刚化完 我现在刚 我的语言系统出现了混乱 我现在化完妆 刚刚,然后 今天的妆容是什么妆容 是为了新发型搭配的一个妆容 现在准备去机场 现在在等待我的 我现在已经到酒店了 刚刚下飞机 然后 今天感觉有很多很多的人 希望大家下次可以注意安全 不要在机场 有那么多的人啊 因为这样会导致其他乘客的一些不方便 然后还会 出现一些危险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注意安全 其实大家的心意 我都收得到 然后我也会看大家收的话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 然后现在呢 我就准备收拾收拾 洗个妆 然后洗个脸 给大家录一些我的小小日常 平时 没有工作的时候都在做什么 来整理一下 洗个妆 洗个脸 我现在就要去睡觉了 不管睡得着睡不着 明天都很早起 都要睡觉 晚安 早上好 现在已经化完妆了 然后准备出发 吃吃 我现在刚刚到家 我真的受不了这脸上的妆 真的就感觉我无法呼吸 然后就给她 把那个脸上的妆 拿湿之巾 就那个卸妆巾给卸掉了 最近我的化妆姐姐又推荐给了我 好多好用的 然后我试了一段时间 然后发现 她这个挺不错 挺好用的 首先先给你们看一下 在在 诶 都不会在我洗礼箱里吧 我去拿一下 对 先拆 哎呦 直接太长了 实在是 还不是的 有点那个啥 看起来有些起菊醋 就有些这种 刺拋精华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 就这种很方便 但是啊 就平时你就直接带这个就好了 只是我们就太着急了 我就全部装起来了 我刚才使用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水 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 它没有精华 就很水 是那种 玻尿酸精华 就是可以抗照保湿啊等等等等 我再洗个脸吧 因为刚才我拿洗那个 卸妆巾我还没洗个脸呢 好像有点曝光一般 算了就这样了 我们先洗一个脸 就像我刚才有讲过的 就是如果要是说带你的皮肤 它受到了一定的损伤的时候 就比如说有点过敏啊 泛红或者是闭口啊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 那就要使那种 比如说不含香精不含酒精 就不含一些奇奇怪怪的添加 就是氨基酸洗面奶 最好是含益生菌成分这样 就可能对你的皮肤 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受损的状态 然后如果你要是在用产品不当的话 就会雪上加霜 但你本来就不太好的皮肤上雪上加霜 然后我们来洗一个脸 首先给它按一下 它叫水 我给你们录视频 我觉得错了些 它洗面奶泡还挺多的 有很多的泡沫 然后它又是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安全洗面奶 每次我使得有洗面奶的时候 都可以闻到一股橙子味 所以我给它取名为橙子味的洗面奶 因为我挑洗面奶 其实还有一点就挺重要的 要洗完以后不能紧绷 不能假花 不然我反正我整个脸 就要戴着一张面具一样 这一块你得洗 这块会会有一种这样的屁口 让我冲着脸 好了 我现在洗完了 其实我洗面奶挺重要的 它能洗掉那边上化妆品 一些残留 我还是说那边 洗面奶真的要选一些成分好的点 它可以调节你皮肤的一些平衡 你能看到我现在其实就是 一个长痘痘的状态 又很敏感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真的要很重要 护肤很重要 然后再上一个 我的那个肩滑 刷完以后 它就是说明那种 很水的质地 他们家我记得还有一个紫色的一个 什么也挺好试的 我有点忘记了 实在记不得 我的肤肤比实在太多了 像这种很方便 比如说这边一带 像这种皮肤比较干的时候 除了就比如说像这种 还不知道算的肩滑 完了之后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用的 我用过一个就是很好用的润浮油 哎呀呀 脑袋不油腻 乳化乳化 乳化 乳化 现在大概的一个后终用程 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 再来给云爷 再来给云爷 散